孕妇惨遭多名壮汉流令 事后又被活埋地下一尸两命 为了报复这些作恶之人 他变成了怨气深境的力量 专门在夜间四处流荡狩猎 被誉为东南亚最心狠手辣的凶残女鬼 印尼恐怖片活埋之愿 心肃埋起 男人名叫萨特 现任一家公司高管 最近娇妻突然传来怀孕喜讯 男人高兴的合不拢嘴 为了让孩子成为富二代 他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加班工作 可公司里整日摸鱼的员工 却三番五次地找他加薪升职 萨特被逼无奈大发雷霆 大背头担心失去固定工资 只得灰溜溜离开 由于萨特近日的积极表现 上司就把出国公干的机会交给了他 萨特想到怀孕的娇妻一脸不愿 但是为了家人的将来 他还是不舍地踏上了异国征程 殊不知这一去进成了他的人生转折点 大背头因为涨工资没有得到满足 就相约狐朋狗 有到萨特家大扫荡 三个穷鬼听后高兴不已 于是一场罪恶就在酒瓶的碰撞中悄然诞生 当晚妻子苏珊和三个仆人外出看电影 而这四个不速之客 也趁机潜入了家中 就在几人尽兴地搜刮各种值钱物件时 苏珊却因身体不适 提前反了回来 四人急忙跳窗逃跑 没想到这一幕却正巧被女人撞见 而她也凭借着主角光环从屋内逃到了屋外 但很快就因体力不知瘫倒在地 中芬南试图将其活活砸死 可大背头却坚决反对 就在两人相互拉扯之时 蒙在脸上的手帕却掉了下来 同时苏珊也看清了几人的真面 其他两人担心吃劳饭不停抱怨 苏珊见状趁乱发起反击 没想到却在缠斗中被木棍穿透 不多时就因湿血过多彻底凉凉 看着眼前的景象四人害怕不已 为了掩盖真相毁尸灭迹 他们便将其埋进了自家后院 没想到在埋葬过程中 苏珊却突然睁开眼求救 原来她并没有彻底死透 可四人早已被罪恶蒙蔽心智 直接就将其活埋了起来 画面一转苏珊从床上惊醒 本以为是一场噩梦 但背后出现的血窟窿却让她瞬间傻眼 想到冤死的自己和孩子 苏珊当即就决定开启复仇之路 于是在夜深人静之时 她悄悄来到大胡子床边恐吓 直接就将其吓成了重度精神病 大背头认为她过度劳累产生了幻觉 就特意找来美女按摩师解法 没想到对方却突然变成了苏珊模样 大胡子大叫着跑出房间 下一秒她就被女鬼呼唤到了工厂车间 本想与之决一死战 没想到却被恐怖苏珊吓得手忙脚乱 还意外暗响了机器开关 机器立马开始运作 直接就将其送上了断头台 其他三人得知此事后 连夜找到巫师帮忙 对方掐指一算就知晓了来龙去脉 现在苏珊已变成了凶残利鬼 她怨气深重 法力也极为高强 不仅可以肆意制造幻想 还能操控阴阳两界干预人类世界 只有完成复仇之后才会回到阴间投胎 巫师拿出护身符让三人保平安 没想到这对苏珊来说根本就不起作用 直接就来到三人身边蛊惑他们互相残杀 最终 中芬南成功将一名同党送去了西天 很快苏珊变成利鬼的消息 就传到了仆人耳朵里 为了验证主人身份 仆人将兽衣蒙在头上 没想到原本躺在床上熟睡的苏珊 却顺意到身旁 三人见此情景 被吓得连夜逃离了这里 与此同时萨特也出差归来 两人许久未见喜极而泣 可他却发现了不对劲 家中的仆人不辞而别 曾经的嫌弃也变得古怪至极 热心的村民告诉他 苏珊已被恶鬼附身正在四处杀人 萨特自然不会相信这些流言蜚语 与此同时 走投无路的大悲头和中芬南 再次找到巫师搭救 对方说想要彻底消灭苏珊鬼魂 就必须先烧毁他的家 然后再当着他的面杀死萨特 只有这样他才会生无可恋魂飞魂魄散 大悲头想到一个妙计 他立马给萨特打去电话 告诉他苏珊已死尸体就埋在后院 萨特半心半疑地来到埋尸处挖坑 没想到还真看到了妻子尸体 虽然他悲痛万分 但更让他痛恨的却是寄居家中的恶鬼 萨特认为是恶鬼 幻化成妻子模样为非作胆 因为自己的妻子已经死去 不可能凭空出现 说完就直接将其赶了出去 苏珊来到后院看到自己的尸体 明白丈夫已知晓一切 就在他不知所措之时 中芬男突然出现 本想用岩巴去赶斜碎 没想到对方毫发无伤 他却直接跌进了坟坑陷入窘境 关键时刻巫师又及时出现 在咒语的作用下苏珊头痛欲裂 然而下一人 与此同时村民在大背头的蛊惑下 也举起火把来到了萨特家 房子瞬间燃起熊熊大火 萨特察觉不妙急忙跑出来查看 却被村民告知 烧毁房子才是驱除恶鬼的最好办法 就在萨特愣证之时 大背头又故作好人上前安慰 还说苏珊是被恶鬼所杀 冤魂至今没有归宿 希望他配合巫师杀死恶鬼 送苏珊回到阴间 萨特听后想都没想 就跟着大背头来到了巫师住所 苏珊看到丈夫倒来苦口婆心地劝他赶快离开 可萨特却呵斥他并非自己的妻子 殊不知中芬南正拿着匕首悄然靠近 准备当着苏珊的面将他一刀毙命 就在他们的阴谋即将得逞之时 苏珊直接说出了爱的宣言 萨特被感化及时睁开眼 并从妻子的眼睛里看到了背后的危机 很快他就将其个恶人干倒的地 然后来到妻子跟前拔掉封印鬼魂的强魔钉 恢复自由的苏珊发出最后的死亡诅咒 巫师自知不是对手 只得提前跑路 中芬南剑没有了守护神慌张的四处乱跑 但无论他们跑到哪里 苏珊都会鬼影随形 巫师为了活命不断念诵咒语 但现在的苏珊根本不拒 直接就用树枝穿透了他的嘴巴 苏珊得意地发出震震鬼笑 然后又趁巫师不注意戳瞎了他的双眼 但他仍旧不善罢甘休 又将他变成又龙又瞎又痒的巫师 巫师无头苍蝇似地在树林中摸索 结果吓一秒 弹掉巫师后苏珊又找到中芬南 中芬南急忙躲进一间小巫藏了起来 就在他战战兢兢地向外看时 苏珊却突然闪现到门前 中芬南被鬼影下的魂飞破散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根粗壮木棍又凭天而降 在求生力的驱使下 中芬南哀求苏珊放自己一马 苏珊想到自己死去的孩子 直接将他活埋在了荒郊林中 没想到复仇大计刚刚完成 苏珊就浑身无力地瘫倒在地 这时萨特也将大悲头成功反杀 他急忙抱起爱气忏悔 两人相拥在一起互诉中长 但苏珊已无力回天 只得怀着对萨特的身身不舍消散开来 而萨特也发现了自己身后的致命伤 此时他才想起搏斗中挨刀的场景 因为流血过多萨特也当场死亡 而另一个世界 两人又过上了没羞没骚的幸福生活